谢谢各位 演绎的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这个事件真实的经历者 我们的刘良教授 上台来能不能讲述一下 当时您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经历之后有怎样的感悟 分享给各位 来 有请 这个事情发生1996年 所以我老师参与了这个鉴定 当时是一个民营的海洋馆里面 说这个海豚五天之前 就开始有巨石 不吃东西 然后让它训练翻跟头旋转 就是不愿意 但是还是要让它每天表演 表演第三天就不动了 第五天死掉了 解剖之后 我肯定有印象 我女儿五岁的时候 他跑进去了 解剖之后 问了一句话 这爸爸他怎么死的 他能不能被救活 他可不可以不死亡 这种情景的话 无法对他去说 小孩也不动 只告诉他爱不动 当时一个很感慨的事情 这么大一条海豚 放到我们的法医解剖台上 没办法放下去 进来的话 那个肚子鼓得很厉害 打开以后 一节黑乎乎的肠子溜出来 就是过度的旋转 翻腾 导致了一个长流转 然后又不能休息 疲劳 出现这样一个恶果 从那个事以后 其实我们还经历了 很多很多动物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 有些问题就是 我们也反思 虽然我们是对人类 法医制度对人类 做一些保护 司法公正 但是 这些动物的这些事情 它是跟人类一样的 都是一条生命 所以我们想 要告诉大家 法医除了爱人类以外 还可以帮助动物 还可以解决动物的一些问题 也希望我们 所有人 站在我们都是地球上 同一类的 这样的物种 逼此地去尊重对方 保护他们 保护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